大家好 年初一 恭喜發財先 希望各位身體健康裁員廣進 今天來說 其實賽事不太吸引 不過我們也 參與一下 希望法國新年賽 選了兩場賽事 其實賠率可能也罰美 不過拿個好意頭 最要中 我選了兩場賽事 玩過2,1 因為本來都是杯賽 和從賽的比較多 南美的賽事 我想我們就無謂推介 這麼厚的賽事 選了兩場賽事 頭關的德國杯 海登威對利華古信 我選主客和客隊勝 這場賽事因為看不到賠率 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讓球 甚至乎入球大小 也不知道有什麼賠率 就是利華古信贏球 覺得他上場霸人 都可以贏得 確實比較出色 事實上這隊 上屆有份踢4強 我覺得他這次對著 德月球隊 應該都是可以獲勝 賠率低一點也照買 希望中了拿回彩 這個是頭關的選擇 會玩個2,1 次關來講 選了第九場 英超狼隊 沒理由對著你主場 贏不到 我覺得上次賽事 2比2 算你梳士貝利出色 今場球 我覺得 回到自己主場 狼隊 其實現在在英超上 都是前列的 真的相當不錯 主場 沒理由會 不低隊 叫做低組別 過去的頭隊 確實來說 我覺得 去現在的階段 欠竹重杯 其實是相當合理的 所以這場球 我都會選狼隊 主客和主隊勝 賠率是多少 不要緊 希望可以中了 拿回頭彩也好 年初一個片 就介紹到這兩場球 希望大家可以順利收回錢 最重要獲利 多謝大家支持 祝大家新年快樂